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今天小五带来陈情令同仁作品,取名望线第一集 不夜天,悬崖边,身受重伤的蓝湛,一把拉住了绝望透顶,毅然决然打算放弃生命的人 那双颜色浅淡,仿若琉璃的眸子,早已血红一片,义无反顾的坚定和不放弃 透过层层的血丝和水气,准确无误的传达魏无羡眼中 我只想护你安好,为什么就这么艰难? 只要你活着,只要你在,一切就还有希望 尽管希望十分渺茫,总可遥望 相信我,一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回来吧,站到我身边来 你怎么忍心,熄灭我心头唯一的光,让我在毫无希望的黑暗中穷穷竭力 蓝湛,放手吧 滚烫的热血,染红了蓝湛素白的衣衫,顺着魏无羡的手臂鼓鼓流下 没入他已经辨别不出,本来颜色的衣服里 蓝湛,我这一生,有恨,有伤,有痛,可我无悔 若是还有,就是你 事到如今,多说无意,蓝湛你好好珍重 你是先门明氏,世家楷模,姑苏兰氏的二公子,则是明珠佼佼君子 实在是不应该,也不能与我这个人人,得而诸致的遗灵老祖,产生任何的瓜葛 我已经陷入泥潭,怎么忍心拉你这下云端 你我有缘,来生再见 就在魏无羡下定决心,想要挣脱蓝湛前置的那一刻,突然一阵的动山摇 蓝湛身下的悬崖在瞬间塌陷,两个人身不由己的往下坠去 蓝湛大手一抄,将魏无羡抱在怀里 魏英,我相信你 真的 恩蓝湛,有你这句话,我魏无羡就是粉身碎骨,也死而无憾了 两个灵力早已枯竭的人,紧紧抱住彼此,听着耳边呼呼作响的风声,缓缓闭上眼睛 人生得知己如此,足矣 风声越来越小,耳边有哗哗的水声传来,还夹杂着熙熙攘攘的人声音 怎么回事,这是哪里?我们不是一起,从悬崖上跌过下来的吗?蓝湛在哪里,人呢? 魏无羡缓缓缓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 果然,如说书先生所言,这个地方是终眠不见天日,伸手不见五指 既然两个人一起掉下来,蓝湛肯定就在这附近 阿县,阿县,再不起来,放狗了啊 魏无羡缓刚要开口呼唤蓝湛,就听到耳边传来两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师姐,江城 难道,难道江城他,他也命运在不夜天 魏无羡呼地一下作气,一片硕大的荷叶,从他脸上掉落 明媚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阿县,你就知道捉弄阿县 阿县,快点,我们到了 江燕黎站在岸边,朝着魏无羡伸出小手,打算拉他上岸 哪知江城抢先一步,将睡得一脸懵懂的人,从小船里直接提到了岸上 师,师姐 江城,眼前闲尽婉约,柔情似水的女子,正是在不夜天 舍身为自己挡箭的师姐江燕黎 师姐旁边,对自己大呼小叫,嚷嚷着要放狗的家伙 就是自己的死挡家师弟江城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睡傻了? 姐,你看他这傻乎乎,特别欠揍的样子 我就说嘛,这次听学,就不该带他来 姑苏来世的人,都是雅正为训 一定容不下他这个玩世不恭,吊耳郎当的家伙 江城看着迷迷糊糊的魏无羡,当胸给了他一拳 师姐,这是哪里? 无论如何,能再见到师姐,能听他再叫一声阿线,也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蓝湛掉落在何处 这里是彩衣镇,距离云深不知还有一段距离 江燕黎抬手,将魏无羡脸颊上的碎发不道而后 云深不知处 魏无羡,我们这次听学,各大世家的子弟都要来参加 可别因为你一个人,让大家看清了我们云梦江市,听到没 江城看着一脸茫然的魏无羡,毫不留情地送给他一个傲娇的小白眼 听学,什么听学? 魏无羡只觉得的脑海中,笨哄哄地想做一团 根本就分不清东西南北 姐,我有预感,魏无羡一定会把云深不知处,搅得鸡飞狗跳 阿诚,我看阿线有些不舒服,不如 我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休息一晚,明天再去姑苏兰事不迟 客栈里,魏无羡躺在床上,你没不语 听着江城和师姐叙叙低语 努力消化自己之前经历的一切 昏昏沉沉间又睡了过去 阿线生性活泼,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父亲不也是经常这么说吗? 姐,你和父亲,总是帮他说话 江城一脸嫌弃的,贴了魏无羡一眼 气横横地将某人露在外面的脚丫子,打力塞回被子里 真是不知简点,居然在这里释放毒气 姐,我有预感 魏无羡一定会成为那个蓝起人老先生 交邪生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城本想说最耻辱的一笔 抬眼看看姐姐眼中那担忧的神色 又十分贴心地换了一个比较文雅的用词 阿城,我们云梦将士 本来就讲究随心自在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江燕离抬手摸了下魏无羡的额头 轻轻用指腹运开他紧促的眉峰 姐,好了,阿城 我看阿现有点发烧,你去外面请一位郎中过来 这个孩子,整天眉飞色舞的一张笑脸世人 看似潇洒不羁,不拘无数 实则心思细腻重情重义 母亲霸道强势 这孩子为了一家人的安稳与幸福 平白受了好多委屈 哦,江城闻言,快速起身离去 和这个讨厌鬼斗嘴是一回事 关心他则是另外一回事 师姐,师姐 睡梦中的魏无羡,眉头紧促 两只手不停挥舞 阿现,阿现,师姐在 不怕,不怕 江燕离将那两只胡乱挥舞的小爪子 紧紧握在手里 口中轻轻哼唱一首云梦的歌谣 歌声甜美 曲调安密 对魏无羡来说 有很好的定神安眠之效 姐,郎中我请回来了 魏无羡好点眉 江城带着一名中年郎中推门而入 并没有注意走廊尽头的一行人 公子,外界传闻 云梦江市的江宗主 待魏无羡是如己出 今日一见果然不差 这江姑娘 简直拿她当孩子宠 竟然还给她唱摇篮曲 话说回来 这歌声是真的好听 一位穿着蓝绫金市家福 容貌颇为清丽可人的少女 叽叽喳喳的跟面前 美目高傲俊美 罗坚一点单纱 衣服上绣着金星雪浪 白牡丹的少年说个不停 绵绵去备茶 哦换作绵绵的女子 正说得兴起 被自家公子开口打断 意犹未尽地转身离去 金子轩默默地望着 那两扇紧闭的房门 耳边似乎还萦绕着 刚才甜美动听的歌声